《独居长者》倒闭家中无人知 或者伤老长者已因已老故老 不堪照顾压力造成悲剧的个案 近年时有发生 事件反映 不少有需要的长者 仍然缺乏适当支援 为了解独居长者 或者伤老长者的生活 记者跟官堂区区议员 探访了两户长者 与他们谈过日常生活是怎样过 疫情未到之前 我就已经开始了 头昏 今天我都不能走到起门 没有原因 我已经看医生看了很多钱了 他们全部都做了 什么都做不到 不能打着他马上 我自己回家又不行了 他们随时跌倒 分分钟跌倒 不谈到什么 阴阳不阴阳 随便满满满满满满 现在就 拾得下去 就可以了 那时候做家务都是我的 有得吃也都去 有得玩也去 以前我们两个一起打文球的 我都参加了很多比赛 得了很多奖碑 现在被我困住了 没办法了 哪个都去不了 今年九十一 住了三十多年了 他们搬走 不是自己一个人住了 早上起床 做运动 做家务 煮一下早餐吃 我以前去很远路的 例如去过 欧洲 去过美加 现在老了 年纪大了 怕去到扑的时候 回不了身了 疫情才没有什么出街 现在就下街逛下 下街坐下 这里有很多老人家 独居 每个三十多 同伴在家里 很多人都在 人家坐个凌晨 看电视 很满足 随着人口老化 长者人数越来越多 但全港有多少独居 伤老长者 现在还没有确实数字 更枉论 要找隐蔽长者 为他们提供 适切的支援 独居和隐蔽是两样 但很多时候 隐蔽长者 都是独居的长者 未来也想在这方面 主动去寻找隐蔽长者 才能够建立 一个清楚的资料库出来 我们构想推进的一个计划 希望选一些楼宇 出来做一个试点 会召集不同的社区团体 我们就逐家逐户敲门 去拍门 就是问他 你是否一个人住 你是否长者 如果是我们就会记录下 然后就整理好一个资料库 就是按照找到出来的隐蔽独居长者 定期上去探他 就了解得到他们的所需 在地区层面 可以逐家逐户拍门 找出隐蔽长者 再整理资料库 那在政策层面上 又可以做到些什么呢 你说究竟有多少隐蔽 我觉得这个概念应该是 有多少是高风险的长者 我们在议会都经常说 其实你庞大的福利系统 有八成的长者 是领取在社会福利署 不同的类型的长者福利 政府已经掌握了 大概八成的长者资料 为什么保障部有的资料 不可以给整个社会福利系统呢 政府其实是要想一套方法之外 建立这些高风险长者名策 只要你建立了这个名策 你才可以给到服务 就议员提出的建议 劳工及福利局 与社署综合回复说 在支援长者及照顾者先度计划下 惯外队已经在部分地区 透过探访或接触 协助识别有需要的长者和照顾者 并且记录基本资料 有助建立数据库 以便政府掌握区内照顾者的需要 同时劳工及社署将会研究 是否有条件地 整合各方持有的资料 再深入分析 找出一些较高风险的个案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小钟 ! 欢迎订阅 Jimmy Barton 我们的食物 ' 感谢观看